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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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长程汽车都被北水抛弃,分别只买近1亿 林sir已经在等我们了,我们立即和林sir聊聊天 虽然画面暂时看不到表,大家可以先听着林sir详尽的分析 昨天港股就叫做年升第二天,不过就没什么历水了 昨天收市到企业不稳24000,成交更加满 只剩1161亿,是两个星期以来最少 林sir,我们如何解读资金流向呢? 资金流向通常是比较厚制一些的 我们必须要看回在技术因素看下,分析下港股现在来说 是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究竟这个水平能否吸引到的外资或者中资股 是追买呢?或者是沽售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分析资源 你永远看那些北水的买入、沽售的数据 其实它们是落后了的 有时间呢,你如果明白了 看回各种不同板块的资金呢? 很多时候来说呢 它们可能某一个板块 已经觉得一个理想的位置了 它们可能作一个沽售 或者叫做换马了 所以资金由部分的板块 走进另一个板块 经常都会出现这个情况的 不是代表北水 如果它离开了沽售了这个板块 它就有时间都不回来 而不是这个原因的 现在你看到恒指都是处于一个低位 所以相对而言来说 在一个长远的投资策略来说 应该是吸引了北水 它是要增加 慢慢慢慢买入港股才认为对的 所以看资金流向 可能参考的作用就不大了 因为是滞后 不过就说了一些因素 去影响着市场的 除了内房方面 街少业的停牌 除了它之外 大家都熟悉恒大花样年 这些会否市场已经消化了 虽然昨天其实内房 也是个别发展 再加上联储局下星期四 即16号会公布议息结果 人行下星期三 15号全面降漲50个基点 再加上大家的画面都看到很清楚 疫情关系 我们来看看哪些因素影响市会严重一点 我们要看哪些看实点 短距来说 除了看美国 美国来说始终 第一它现在是退市的 未来来说 有机会将它退市买债这方面 是double up 就是之前由150亿美元 增加到300亿美元 每一个月这样退市 因为到明年的时间来说 有机会加息步伐的时间加快了 由之前预期由第四季私加息 一跳就跳到差不多2周 就自然加息 还有来说明年预期加息的次数 是那根三次的 不是两次的 所以未来美股这方面的情况 都要监得很实 因为始终如果美股这方面的回落大 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得到 港股的跌幅 所以暂时来说这方面未能正式发生 但是港股现在来说相对 无论是A股的市场 和美股的市场来说 港股就要追落后的势要走的 为什么呢 你看看无论是Dow Jones 纳结甚至是A股CSI三百指数 CSI三百指数昨天来说 是升分 保持交通道是顶线的 但是你看看港股 现在还是在中线和下线的中间 所以严格上来说 现在港股仍然是需要追落后的 所以港股仍然建议下个星期 有不同的消息都影响着大市 包括大家可以留意着 美联储局那边的议息的结果 还有下个星期A股那边市场的反应 都影响着港股 暂时港股期指在竞价时段 正在升186点 上24,000关口了 我们是否听你这么说 追落后 前景可以看得乐观点 如果你看回保持交通道中逐线来看 其实港股要去到24500才有较大的阻力 虽然20天线仍然在向下 其实港股仍然在向弱势的方向 但是起码来说弱势 你都要回到保持交通道中线来看 才大户 才有第二轮开始 可能又存回淡仓 是再向下压下去的 所以短期来说 未到24500点的时间来说 暂时来说都是安全的 未到24500点水平 就是保力加通道的中组 补给大家听 保力加通道的中组 就是25422点这些位置 还有些水位 大家可以留意着 既然大市说得差不多了 我们暂时见到期指在竞价时段 再升170点 大市谈到这么多 稍后跟大家跟进一下 今天的焦点股方面 当然有些快手的消息 因为快手是计划新一轮的裁员 不过存在的 是未证实的 公司是未回应的 龙原店看到有观众问前景的问题 因为中正监俱获准 他可以发行3亿多股 去吸纳和合併 内蒙股的平庄能源 至于恒大汽车方面 旗下的两款纯电动汽车 是未纳入国家公信部 获准生产的名单 稍后留意着 开始会不会有些压力 至于腾胜博弱 画面也看到了 个别医疗股有不同的消息 如果观众有医疗股的问题 欢迎留下去问林sir 当然了 林sir在这里 我们先说快手 再说车股 看到观众在车股方面 很多问题留下 大家应该的印象 就是腾讯、字节跳动 其实今年全股是裁员的 今次轮到快手 还在传 据报今次的裁员幅度 是大约有一成至三成 业务还会瘦身 因为部分业务可能会被取消 林sir去看 其实一直看快手 都是不看好的 今次的消息 是否更加证实前景 是比较宽暗一点 整个版块来说 其实你看到 在3至6个月之前 中国政府 对于大数据的平台方面 有新一轮这方面的限制 已经断定了 这一类平台的前景 更加是蒙了阴影 所以严格上来说 现在快手 虽然来说 上市IPO 拿了一块钱 但这块钱 也要慢慢慢慢慢慢烧 始终的核心业务 现在来说 虽然是广告的收益 是不断增加 但是来说 前期由这个开支 是多大 所以即使现在 广告收益 都不断增加也好 他未来每一次的业绩公布 心理上你都要预计 是仍然一个亏损 所以在长期亏损 未能够改善 还有前景在这方面 那个广告增益 增加这方面 是放缓底下来说 我觉得财减人手 都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整个行业来说 现在暂时都是这样 如果你不财减人手 反而可能对你未来的财务表现 还更加有一个大压力 所以财减人员 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所以对于公司来说 业务发展财减人员 应该是对快手是好事 再加上刚刚想起来说了 对于快手的不利消息 就是说盈利的问题 大家早已知道了 所以暂时快手的股价变动 又不太多 暂时跌不到百分之一 跌0.2左右 不算变幅很大 立刻转讲一下 大家都关心的车股 等了这么久 当然就立刻要跟林sir跟进一下 每次跟林sir做节目 林sir都会悉心为大家 准备一些关于车股最新的消息 讲车股之前 提醒大家 未赞的话 记得给个赞的林sir 跟大家跟进一些最新的消息 就是说成联会 最新公布 11月份的承诺车市市场销售数据 汽车销售要跌 不过新能源车的汽车销售 就继续有得升 同比是升超过一倍 报告也有提过 就是说第三季的汽车芯片 最差的时候已经过去 虽然就未去到去去年的水平 还有也有说到 其实那些瓶颈的因素 都还在 不过其实看回车股的走势 好像已经消化了 决心的消息了 个别行业 也有看自己基本面的发展 那我们再去看 那我们再去看 那我们再去看那些成员会的数据 其实对于我们去部署车股的参考作用有多大呢 其实成员会的报告来说 每一个月报告出来的数字 它是说一个叫做整体的数字而已 那你们大家也要小心点 分拆里面这个整体数字 其他来说是分箱两批的 第一批的就是说那些叫做 汽油车的消售量 第二批就是新能源汽车的消售量 那所以你看回整个版块 如果我们就是说 不会忘记就是说 未来的大前景一定是新能源汽车的了 无论是中国、欧洲、美国全部都是的 所以重点就是看回新能源汽车的增幅的表现是多少 或者你都用另一个角度去看回就是说 其实新能源现在的增幅的percentage是很多 但是数量上方面来说 是对比起这些叫汽油车这方面的减幅 他们的虽然减幅是少 但是由于以往汽油车的数量是很庞大的 所以他们减幅少 其实就代表了市场上 消费者的车主的认受性 就是由这个电油车这方面的消费 逐渐就移植到这个叫做新能源汽车那里 所以你看看新能源汽车的版块的龙头 如果你用了今年2021年年初的时间 你这么看呢 Telsta都仍然是龙头年初的时间 但是去到今次今天11月份 你现在出了报告 从1月至11月来看 现在的龙头就已经是被这个比亚迪 是抢了的了 那么在11月份来说 比亚迪的那个汽车的销售量 新能源汽车呢 是有成九万一千几百部的 但是Telsta来说呢 只不过只有三万一千部的 在中国的销售 所以年初的时间 Telsta都仍然是大龙头No.1 但是去到11月份来说呢 比亚迪卖的新能源汽车呢 就已经等同Telsta的三倍了 所以你可想而知来说呢 比亚迪的那个进步的速度呢 是极之快的 那么其他的汽车来说呢 现在来说要追他呢 真的非常困难的 那么再次和大家去分析 比亚迪的龙头地位 用数据和大家说的增速快 不过说几个比亚迪之前呢 我们再说一下吉利汽车的消息 因为最新就有说到 他成立了电池管理公司 主营就是汽车充电业务 接下来还有一宗消息 就是12月下旬 就会有一辆新车出来 名字很有霸气的 声月雷神 一个电重车和汽油车运动版的 那林sir会和大家拆解一下 那究竟其实我们看回 就是他说一些电池业务 以及说这一辆车 其实对比亚迪有没有威胁呢 在那个声势上方面来说 当然短期内一定有少少威胁的 因为无论你一出一个新款 你的竞争对手 都有机会是他们的消费者 被你抢了 但是你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今次你出这个混能车 严格上来说 是比亚迪比亚迪是很多的 大家都之前都听我分析了 为什么就是说 2021年突然之间 中国出了这么多的混能车出来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混能车的专利 在1999年是专利了的 所以去到2019年来说 这个专利一没了之后 所有是做这个电能车 如果你有兴趣做混能车的 自然就大肆生产的 所以比亚迪在这方面来说 其实去到2019年年底的时间 他其实已经做了一个量产 这个混能车的计划 所以连续两年底下来说 去到2021年 你看到在比亚迪来说 混能车的占比 是直逼这个纯电能车的 差不多达到 它的45%的售价 所以比亚迪在这方面 的而且确捉了市场的脈搏 捉得非常之准和非常之紧 相比这个吉利来说 他足足迟了整年 才出这一只新车 但是你要记住 现在在这个叫混能车里面 叫DMI系列 比亚迪来说 由今年到现在 其实已经卖了4万多千部 吉利现在才出这辆车来追他 事实上时间已经迟了很多了 而且定价上方面 你看得到 今时今日来说 比亚迪的DMI定价 一般来说 都是大约10多万 但是如果你看回这个 吉利雷神智奇 这一只新款的model 他那个定价有机会是接近20万 所以在那个价格方面来说 亦都是比这个比亚迪高了 所以我觉得他对比亚迪的威胁 其实就不是这么大 只不过心理上来说 在消费者的层面就是 咦 又多一款选择了 有机会可能 如果等比亚迪 是等得久的说话 可能不如试试买吉利 我觉得这方面 真是影响得到 市费者的转台 数量是非常之少的 这方面不需要太担心的 所以不需要担心 而且也说 内地新年都是一个换车的 一个旺季来的 林老师来看 暂时 威胁就不大 不过刚刚听 林老师的口吻 对于吉利 可能会有刺激作用吗 短期上是会有的 但是你会看看 消费者是一个什么消费者 如果是一个新的消费者 可能会被他吸引 但如果你是一个旧的消费者 或者一个成熟的投资者 你会考虑一样 就是说 两间公司 他们的口吻 他们的承诺 容不容易兑现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看到吉利 你看一看 吉利其实他在2015年 他已经大肆宣布 他就说 在2020年之前 要希望将他所有买的车 有90% 成为新能源汽车 这是2015年许下的乐言 要去到2020年 希望旗下有90% 都是新能源汽车 直到这一刻 2021年 都差不多过了 7月份 新能源汽车的占比是多少 不是90% 9%也没有 而是7% 你想想 6年前他许下的承诺 是9% 今时今日 只有7% 但比亚迪 今时今日 他买的新能源汽车 你看到11月份 的销售量 他新能源汽车 占了92% 所以比亚迪 如果他真的许下的承诺 的而且确 是达到的机会 非常高 而吉利来说 似乎以往来说 许下的承诺 经常来说 都是不对现的 例如很简单 2017年 大家都听过 吉利 买了英国的著名的莲花 Lotus跑车 2017年买完之后 他曾经许下诺言 他要将Lotus的莲花跑车 变成一个法拉里的SUV 将来做出来的 2017年至今 快五年了 他现在连车价 都没人给到 所以你看到 吉利汽车许下的承诺 今时今日来说 你只要打回三折 才有一个准成 可以拿捏得到 对于吉利汽车的目标 大家打回三折 补充给大家听 吉利汽车今年首十一个月的 销量达到全年目标的七成六 只剩下一个月 可能是 像林sir所说 未必达到标 所以就谈慎一点 至于有些新的消息 也有机会会刺激到 所以观众可以留意 马上跟进比亚迪 观众不同价位有货 普遍三百元以上 即三百零多元 这些位置有货 上去看 吉利汽车的短期目标价 比亚迪汽车的短期目标价 可以到哪里 我相信 如果看过去一个星期 连续有两间券商 都调高了它的目标价 花旗是最牛 它是调到差不多四百六十元的水平 另外一间 亦都是美资康 之前来说 看它是三百三十元 但现在都调到三百六十元 我相信未来 都有机会陆续有些券商 将它的目标价调高 你现在看得到 今时今日 唯一一间 电车 新能源汽车 有能力年产超过一百万辆 或者在中国卖到一百万辆 只有比亚迪一间 因为你看到 它十一月份 新能源汽车 都在说 九万一千辆 平均将来来说 九万辆乘以十二个月 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辆 比亚迪最近来说 亦都说了 预期二零二一年 可以做得到的汽车 有机会达到一百五十万辆 记得刚才 你们都听过 比亚迪 对源承诺的机会 是非常之高的 就算一百五十万辆 我相信一百四十万辆 我相信投资者都会收货 所以未来来说 我看它的股价 仍然有一个继续折折向上升的力量 折折向上升 观众听到上去和大家派定心丸 应该没有那么深方方 因为暂时 比亚迪虽然今天是有得升 升超过百分之一 不过暂时还未上升三百元 或者转个角度去说一下 或者预计去到哪个时间 对于观众来说 可以回到它的家乡 即是我们的目标期可以看多久呢 其实如果你由现在294元 你说上去三百多元 三百十元 我觉得绝对是不困难的 因为始终12月份 你对比上去年的比亚迪 12月份的销售量 其实是高于11月份的 所以今年来说 我觉得12月份 对于比亚迪来说 仍然是一个很好的销售轨 你要记住一样东西 比亚迪今次今日来说 他买的车不可以立即提货 我相信今次今日 你再去买比亚迪的车 你起码要三个月之后 可能明年的第二季 才有机会提货 现时来说 他手头上 传了已经卖得出的汽车 已经据我记得来说 已经达到有二十万辆 已经卖得到 已经卖了 未来是不断的 要去加工 开OT 尽量快点去做完它之后 才可以向这个客户交付 所以未来这三个月 是比亚迪不断开OT 去增产这个步伐 所以我觉得 对于他的股价来说 都一定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 去回300元流上 我觉得今个月的时间来说 应该是达到的 大家放心了 因为观众说很担心 今个月达到300元这个目标 大家留意着 暂时比亚迪汽车 目前都是有得升的 今个大市都升 在升250点 比亚迪 暂时升不较百分之一 报294 转讲讲另一个 大家都关心的车股的概念 讲港峰里业 港峰里业1772 观众在160元这些位置有货 一百五十五元这些位置都有货 普遍暂时账面都是在亏 亦都有观众问 现价买不买得 因为看到 根据保诺加通道 它在中轴和底轴 底部中间这些位置 上海有建不建议这些位置可以吸纳 禁风里业 你看回昨天来说 都出了消息 最重要的是 它之前在欧洲 是买了一个 是锂电的原材料 的上游的公司 但是在前日来说 英国政府就是禁制它 就是拒绝它这方面购买的申请 但是现在来说 事情就未曾说是完结的 因为我相信 禁风里业都有机会去上诉 所以暂时要看回市况的发展 这个新闻就令到禁风里业 在前日来说 就跌穿了 波利加通道的底线 一直去到127元这个水平 我相信慢慢慢慢 随着的事态 发展下 投资者都会理解 禁风里业这方面来说 不是完全是绝望 完全是买不到这个产业 就算即使是真的买不到 事实上全球有很多地方 都有同类的产品 只不过有机会 买价是比较贵的 所以当投资者慢慢理解 这个情况之后 我相信禁风里业的股价 会慢慢回复正常 但是利益申报 我自己个人也持有禁风里业 不如再转到另一个角度去问一问 如果是 林sir看好禁风里业的话 暂时去到现在这些位置 今天禁风里业是微升中 0.3% 报136.8 这些位置是否适合入住呢 我相信 现在这个水平 仍然是接近波利加通道底线 而我所说的是 接近波利加通道底线 这些大龙头股 就不需要担心的 就算你不买了 都可以买一两手 我们看门口而已 由于我自己 都是刚刚近期才买了 所以 大家都要理解一种东西 就是说 刚才我所说的 英国禁制他买资产的消息 结果是怎样呢 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现在你的买入 纯粹是一种投机性的买入 如果你说安全一点 就宁愿买这个2845 是更加安全 因为2845来说 是持有了禁风利业 比亚迪和宁德时代 所以如果你不想 没有太大的风险 宁愿去买2845 是更加安全的 的确有观众就问到 2845 就问想买入价的 看到市况比亚迪 或者是隔离汽车 禁风利业 大家都看到有不少波幅 买ETF是否目前为止 都是最上算的做法 的确是 因为始终来说 2845是拥有了 做电车和做电池 是一个最大的ETF 所以除非你不看好 电能车的板块 或者电池的板块 否则如果你看好 我相信你都没得选 一定是选了2845 刚才我所说 无论中国 欧洲 美国 对于电能车 未来这方面来说 是不断付钱 是付补贴的 譬如说拜登政府 在近期来说 在未来的新能源补贴方面 对于新的能源汽车 包括电车 都由联邦的补造基金 在7500美金 这个基金上来说 是再增加 有机会增加到 13000美金 现在在国会上来说 都在进行一个辩论 我相信达成的机会也很大 所以对整体 全世界的汽车 尤其是电能车 这方面来说 前景来说 是不应该怀疑的 应该是乐观的 这一只 观众问得对了 林sir心水之日 至于现价部署 是否适合呢 因为林sir经常说 在布里加通道 中族去底部的中间 这些位置 入市是最好的良机 的确是 现在价钱大约是接近200元左右 我觉得200元 200元以下来说 直播率也高 200元以下 观众就说 现在报200元零八毫 留意 更多车股 我们就转讲另一个版块 因为这位观众 很早已经问 先帮他买一下 李想汽车 他就问买不买得过 林sir一向看可以龙头 不过对于造车新势力之一 李想汽车又怎样看呢 要记住 李想汽车 他不出这个纯电能车 他是出这个叫混能车 混能车 未来来说有一个风险 始终混能车 它本身来说 都是有碳排放的 是纯电车 才是没有碳排放的 所以碳排放这一件事 要看回欧洲美国怎样看 现在来说 他们的政府 包括中国 都是对新能源汽车 有一个好的补贴 但是如果将来来说 我相信欧洲会率先行先 因为欧洲对于气候环保 这方面是最重视 如果欧洲未来来说 是先行一步 有机会将这个叫做混能电车的补贴 有机会减低或者取消都不出奇 因为始终混能汽车 它都有一个电油车 在车里面的 所以未来来说 它是有一个叫做政策上的风险 但是混能汽车 有一个好处 有好处就是它造价便宜 快 还有可以代替一些 比如说在一些极北寒冷的地方 因为极北寒冷的地方 对于电池这方面的使用效能 都是低的 如果你有一个电油在那里 可以补给它 那它的续航力方面来说 是可以高到可能800公里 1000公里都可以 在消费者这方面的资金方面来说 这个混能汽车 远远比这个纯电汽车便宜很多 所以短期来说 未来这一两年来说 我觉得的销售量 仍然在大体上上升 但是长远上方面来说 要面对政策改变这个风险 风险就大了 自然就不是林Sir的心碎 留意一下 既然车股说得七七八八 跟大家跟进一些即市的焦点 暂时看到 恒指现在在升至281点 暴跌24280点 当然大部份股票都是升的 说下跌的是什么呢 信义玻璃就在第三位 在跌第三位 暂时跌0.4% 有观众想问光伏板块 帮他问一问 信义光能和信义玻璃 都是想问的 我们先跟着信义玻璃 868先 30元点部署 因为看到光伏股 目前较小一点 尤其是信义玻璃 一级低过一级 林Sir,对于30元有货的观众 暂时账面都亏了10元左右 那部署策略又可以怎样呢 我相信30元这个买的听众 可能是很久都没有听我们做这个节目了 因为其实868来说 在意外我在经济通都说过很多次 尤其是在89的月份来说 是说得最多的 已经说明一定是会跌 不会不跌 才会不跌 为什么呢 现在再重复 再重复我之前的解释 你看回呢 其实在这个日本的汽车 丰田来说 其实它8月份 7月份已经说了 第四季之前9月份 只是减产的汽车 都说减了起码40万辆 一家汽车厂都减了40万辆 那么你想想三家日本的汽车厂是减了多少量呢 还有它只是说9月份 它没有包到8月份10月份 所以整体你看回过去三四个月 其实你看回中国每一次公布每一月销售量 8月份 9月份 10月份来说 都是大跌的 日本的汽车大跌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说来说去的理由就是缺芯片 那你没有了这个芯片 你想一想 没有了一百多二百万辆的汽车 那你的汽车玻璃 会不会增加一百多二百万套的汽车玻璃呢 不会的 你少了一百多二百万辆的汽车自占 又少了一百多二百万套的汽车玻璃 所以这种东西 没有说了十次都说了八次 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听到 今天才做这个节目问我 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不幸运 所以说了之前就说一定跌 不会不跌的 但是跌到今次今日 由三十元跌到十几元 那现在来说呢 汽车的芯片得到舒缓了 慢慢慢慢 伏产方面来说 汽车都会增加回 对于汽车玻璃的需求 又是增加回 所以现在这个水平来说 去到这个位置 当然不要止蚀 慢慢慢慢要复苏 但是如果现在由二十元 去到三十元的时间 我相信今年是一定去不到 明年都未必去得到 你记住 永远股市是这样的 跌就很快的 升是慢吞吞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回家乡 起码一年或者两年以上 才有机会回家乡 刚刚报大行炒些什么的时候 也有说过 就是中银国际也有更进玻璃股 对于信义光能 也是有些评级的 信义光能 就看到是十二个八这些位置 观众也有对信义光能的问题 对于信义光能 就是十六个半这些位置有货 常去看信义光能 对于信义系的另一种 前景是否可以更好些呢 前景方面来说 之前我也有解释过 他应该没有这个665那么好的 始终来说 665的大力最主要的厂 就是在越南 越南运的货品去美国 是不会被美国的海关扣留的 但是中国在这些太阳林板块的产品 已经告诉你 有两手 前头来说 第一手就是差不多两个月之前 另一手就是一个月之前 就去到美国被美国海关扣留 他的声称就是说 要扣留去检查你 这些什么产品 究竟跟这个新疆 这个叫做所谓强迫的劳动 有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气氛 是令到很多中国做的 这一类太阳林产品 未来来说 那些买家都担心 会不会我买完你之后 又扣留 扣留你一头半个月 真的什么成本利息 都给你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在中国制造这方面的太阳林的产品 现在来说 运去美国的意欲就不大 所以也是这么说 风险上方面多了 所以968现在来说 都是消化这方面的消息 今时今日你的股价 都接近保里加通道那顶线了 因为现在的顶线是接近15元的 如果接近15元的时间 不妨可以走一走 但是下回保里加通道那条中轴线 比如说14.3 14.2 我觉得 一样有一个不错的 吸纳的价值 所以都是建议短线的部署 在保里加通道的顶部附近 应该是减住的良机 至于如果观众都想插波幅的话 留意着底部 暂时 顶部是14.5.8 至于底部 大家留意着 顶部是14.94 至于底部是13.5.6 大家留意着这些位置做部署 至于另外一种 想跟大家跟进一下电力股 因为今天也有一个焦点 就是龙原电力916 大家也留意消息 中证监获奖发行3亿多股 在吸纳和合拼内蒙股的 平庄能源 大家都会憧憬 吸纳了一个内地的企业 用这个收购的方式 会否带动它前景 又可以提高一线 如果在一个基金经理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今次今日来说 如果看回龙原电来说 它的市盈率是23倍 但它今次收购完资产之后 有机会将它的市盈率降低了 一降低了市盈率 自然来说 投资的吸引性是强了的 还有龙原电力大部分 它是生产什么呢 是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在这方面来说 正正受到国家的政策 是大力支持的 无论在矿产 或者它收购其他的公司 或者境外的公司也好 它在这方面都有一个优势 所以这个方面 是会令到它未来的股价 仍然受惠的 仍然受惠 補充给大家听 龙原电力 其实目前在新能源方面 发展方面 一向都是很出众的 有光复股 潮食能源 光复能源 潮食能源 地热能源等等 想上去看 加上这个收购 前景再看高一线 观众16.7有货 帐面在赚钱 恭喜 不过有些观众都想追入 至于追入的话 现价一定不是林sir的心水 因为已经升穿了 保利加通道的顶部 林sir有建议去到哪些位置 可以让观众入市 入市更舒服 现在看保利加通道 中线未来慢慢慢慢上移 如果下回大约16.3 16.4的时间来说 去到中线的附近 是应该可以吸纳的 去到中线的位置吸纳 至于有货的观众 现在的话 应该是放下风筝 还是可以现在先吃一煮呢 我相信未来来说 由于这个消息的刺激 短期来说 仍然向上 短暂来说 我估计 它有机会去到18元 或18元以上的水平 即是如果你要吃糊的说话 不妨可以抠着第一步 18元到了的时间 不妨可以吃一半 或吃着三分之一 拿着另外一半 慢慢就可以叫做放止 如果下回来 这个保里加通道中线 又可以重新再吸纳 食股的位置 建议18元这些位置 可以看一看 建议先吃了 有观众问 为什么不说 希望能帮到你 如果大家有股票的问题 都可以说自己 有货未 就可以帮大家详细一点 去跟进 问林sir帮大家 至于说完电力股之后 跟进了一只新能源股1798 观众应该是未有货的 应该是有货的 问上网多少 想问目标价位 林sir是否要看 建议在保里加通道的顶部位置 暂时来说是在升尖了这个顶线 暂时来说是不追的 在动力上方面 大同新能源 就没这个龙原电力 这方面的动力那么强 但是对比来说 它自己本身 现在的市盈率 也有 预期市盈率 也有11.4 预期市盈率方面 的确是比 龙原电力好 所以持有的直缚率 只不过股价的升幅是没有那么凌厉 持有仍然可以持有 由于在10月底的时间来说 两支大阴烛由高位差不多4个多元钱 一直达到3.2元最终跌破3元 所以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有耐性 让它慢慢去到之前的第二阵阴烛的下跌烈口 起码去到3.4元以上的食股 我觉得是有很大的机会 在3.4元这些位置可以帮到大家 希望观众可以留意这些价位 另外跟大家更进一个板块 讲一下医疗股 因为昨天也看到个别医疗股有些起息 可能跟野村的研究报告有关 因为他看好内地的医疗保健行业 就说他基本面稳固 股值有吸引力 不知道值不值得大家留意 等一下可以问一下林sir 再说多一点 就是说他预期行业未来十年 即是复合的增长率有近一成那么多 讲到那么乐观 当然昨天的医疗股个别也有得升 林sir去看其实真的那么乐观 还是昨天那一转只是随着大市气氛炒转 看这些板块 我们通常都应该用这些龙头的公司 或者是投资公司 或者龙头基金公理的角度去看 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所说到 就是说其实在十一月份 十一月初的时间来说 有说到一句就是说 这个股王不菲特 是刚刚他再重新relocate 自己的investment的时间 在这个第四季 其实他是竟用于减持的 而减持的股份的板块 最减得最厉害的 刚刚就是这些医药股 他有很多的医药股 譬如说新投资的组合 是100%全部取消了 所以你看到一个大龙头的investment vehicle 都对这个板块暂时来说 不再考虑 那你可想而知 为什么近期这些医药股 生物股 过去这三四个月 是一直每放愈行 所以你看到这个轨迹 就是代表了 就是说整体世界的潮流 那个投资者的重心 那个观点 价值观 都是同迷一线的 如果在不菲特来说 他都完全放在这个板块 就是说 短期来说 这个板块 都不应该有什么运行的了 所以 严格上来说 这类的板块 未来一段短的时间 都是属于有波幅 没有升幅 林sir也是不太好 有没有那么乐观 有波幅 没有升幅 不过个别股份 讲炒波幅 看看这三个月 是否符合深水 野村都有三间深水 就是说中生制药 药明生物 和信达生物 暂时 开始到现在 暂时 1177 就是中生制药 和信达生物 101 升幅都有超过2%以上 昨天来说 药明比较好一点 昨天升了接近5% 重返红底股 是第二点好的蓝丑 不过再说多一点 就是信达生物 更加获得大摩加持 预言说三十日以内 股价会升 有七成机会升 目标价是95元 和现价比 就是昨天收市价 还有4成4的潜在升幅 sir 看这三个月 是否值得去炒波幅 如果以稳定来看 稳定来看 稳定来看 当然 1177 会更加稳定 因为始终1177 是实干 和在销售层面方面 是 无论你买什么药 你都必须在销售层面 是一定做得到的 在以往来说 你都看到股价 股价由九个几十元这个水平 差不多随随回吐 到今次今日 大大霸霸都没有了四成 所以在现阶段来说 我觉得最向下的空间 就不会太大 尤其是你看到它的市盈率 都已经降到 尤其市盈率 是去到九倍左右 所以未来的盈利上的大动 我相信对于它这个股价 都有一个很好的抗跌能力 至于101 在技术走势上方面来说 都是底部差不多 都应该见了 近期的底部应该见了 现在来说 就走向一个叫做反弹的局面 反定的目标仍然是 这个叫保里加通道那条中逐线 大约估计都是72元左右 至于美资刊看它去90元 这些是之后才算 但如果看技术走势 去到这些水平 也会进入一个叫做阻力区域 因为始终20天线是向下 它现在仍然是在走弱势的股份 所以如果你是信技术因素 不妨可以考虑 在72元之前 应该就要吃虎走人 72元这些位置 就是101 顺达生物的 至于1177 想上来看抗跌力 就很足够了 观众问到 可否上回7元这些位置 补回今天的资金流向 暂时中心制约 1177 主动马沽比率比较理想 大户成交金额大过100万 主动马沽比率 有64比36 即大户入市态度 都比较进取 上来看7元这些位置有没有机会呢 暂时短期未必有 但是修复过去两个月之前的高位 去到这个6.2至6.4 我觉得的机会也很大 暂时来说要过完这个关卡 看看整个板块的气氛是怎样 才有进一步的后向可以看到 暂时来说 我相信 去到这个大阻力位 6.2至6.4 都要重真再评估多一次 去到6.2至6.4 再评估 到时就和林林sir再跟进一下 时间关系 来到早上的9点56分 和林sir先谈论 先和大家谈谈恒指现在的表现 暂时今天有得升 升到229点 报仅24227 跌幅最大的蓝丑 就是顺耳下 顺耳玻璃和顺耳光能不相伯仲 不过跌幅度不太大 跌幅度不太大 跌0.2%和0.1% 只有3个蓝丑下而向下 向上 石药集团1093 就是升幅最大的蓝丑 排第二就是阿里健康 内银股今天也有得反弹 龙虎集团960 今天也升到超过3% 时间关系 先和林sir先谈谈 请问你刚刚刚说到 金峰你也有 还有没有其他股份是持有的 有 比如说阿里巴巴、腾讯那些 我也持有的 阿里巴巴和腾讯 观众留意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在今天完结之前 看看今天有什么焦点消息 值得大家留意 今天要大家留意 美国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生产者物价指数 另外也会留意 持续和初请失业救济人数 和天然气库存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近贴最新的市况 和了解如何部署资金 最后一次 多谢林sir和我们 详细分析之余 也多谢观众和林sir 今早为我们内心的等候 和大家细心的体谅 完结之前 记得留个like 给我们支持一下林sir 和支持我们 下集的Hot Talk点钟 会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立即赞好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和你一起并肩作战